1931年,日军侵占满洲里,开始对中国东北的广大地区进行殖民统治。 在随后的15年时间里,日军监视向东,然后南下,一步步蚕食中国领土。 日军步步行逼,1936年,国共双方展开合作,联手抵御日本军队。 1937年,如沟桥事件爆发,日本发动了全面清华战争。 1937年7月,北平天津相近轮奸,8月,日军开始轰炸上海,11月,上海轮奸。 紧急着,日军想下一个目标,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进发。 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,原本是一个繁华都市。 秀丽的风光和优越的生活条件,使许多外国人选择留在这里生活工作。 南京市民也同样享受着美好而平静的时光。 南京本来是很明,有旋骨,很大。 南京是一个很大的公园。 南京是很普遍分别的,似乎很大。 我们实际不发整,有其他事儿是不了不起的。 要有其他事儿去那几个朋友带一个地方就忙吧。 这种冥禁在1937年9月被彻底打破了 攻城之前 日军首先对南京进行了狂轰滥炸 日军飞机整天在南京上空盘旋投弹 南京建立一片硝烟火海冬 仅在1937年9月25日这一天 南京城就被日军轰炸机空袭三次 拉向空袭警报39次 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见震耳御龙的轰炸声 整座城市山宫弥满着硝烟和浓重的血腥味 南京西平空空 人家日本人要快走了 南京的清红架 清飞机架 加个人会日本人有请假 算 aż状况 都是这种冉次 拿到 来 海发